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·福西博士 在週日接受採訪時表示 鑽石公主號上已有40名美國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400名美國人從船上撤離 當地時間週日晚間 日本自衛隊準備了大約20輛大巴 將美機旅客運送到東京羽田機場 除40名確診感染者被送往日本醫院診治 其餘360個美國人被兩架美國飛機接回 將分別降落在加州和德州的空軍基地 進行為74天的隔離 未來 但很快便會在外面 日本週日確認鑽石公主號再新增70宗確診病例 累積確診病例達到355起 船上大約有3700人 週日在塞內加爾訪問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疫情威脅很嚴重 另外 美國已從疫情發源地中國武漢撤離了800多名美國人 並向中國運送了17.8噸個人防護設備和醫療物資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最新數據 美國境內確診案例有15宗 有81個樣本正在等待檢驗結果 新唐人記者柯甯婷綜合報導